凌芝一般生长在山区 但是近日在高雄市区有民众发现 凯旋果小人行道上的露树 有大小像是披萨般的野生凌芝 我们记者实际回到现场 这个凌芝已经被摘除了 校方也已经通知了相关单位前来查探 专家表示这个野生凌芝 通常会选择年老树木衰弱的时候入侵 容易吸附土里的重金属物质 不太建议民众随意摘取使用 比成人首长还大 咖啡色外皮有如撒上焦糖一般 就像千层蛋糕层层堆叠 而这稀有的野生凌芝就悄悄出现在 高雄市区中附近民众都相当惊讶 我没印象耶 是这里吗 校方日前在人行道上面的树木 看见有凌芝的中心 而记者实际回到现场 也看到已经被摘走 而专家则是建议民众如果看到 不要随意摘取使用 现场留下残留的根部 野生凌芝已经消失 而这地点就在高雄市凯旋国小 人行道旁的露宿 而这大大小小的灵芝也已经冒出来 有一段时间了 我们会请这个树木专家 到现场来跟我们这个树木 做一个诊断 那是不是做移除的方式 如此密切关注不是没有原因 据了解灵芝属于真菌芥类的一种 会出现通常是因为选择年老树木 衰弱时入侵 并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性 而这野生的灵芝和一般人工培育相比 容易吸附土里的重金属物质 若是使用 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性 尽管灵芝为珍贵的中药材 但若是在路边意外壮见专家则是建议欣赏就好 避免摘回家使用 以免身体出现不适情形 记者什么是王玉杠杂报道 台铁今天庆祝135周年 推出了一系列的限定商品 像是台铁排骨便当造型的一卡通 早上10点开卖 每个人每次限购三组 有民众凌晨3点就去排队 而台铁百年大业也正面临着转型议题 超过25年动涨的票价 让台铁财务亏损扩大 对此交通部长王国财也松口 最快113年1月不排除未调整票价 不过在涨价之前 一定会先把安全还有服务做好 一大早收藏外大排长楼 民众一路排到门外 全都是为了这个 17号三个吗 好 台铁今年八角便当被缩小了 庆祝台铁135周年 台铁推出一系列限定商品 台铁排骨便当造型的一卡通 9号上午10点开卖 每人每次限购三组 尽管每组要价390元 还是有民众一早就来抢牌 凌晨3点多左右到的 那是也有收集 一卡通又有卡的习惯这样 4点半左右 就感觉蛮真实的 做很真实 还有135周年 特别推出的1350元超值福袋 除了有EMU3000型 成绩列车的周边商品 经典EMU500元型便当盒 也在里面 共7款商品等着铁道米收藏 而台铁百年大业 也正面临转型议题 除了安全改革 超过25年动涨的票价 也让台铁财务亏损 黑洞扩大 交通部长松口调涨票价的时间点 王国才强调两大原则 先把安全和服务做好 日前嘉义中辅乡 顺天公一名代理庙公 开庙门的时候发现 原本绿油油的草皮 突然出现几百个枯黄脚印 从门前一路延伸到 数百公尺外的停车场 附近民众看了都怀疑 是不是蒙西娜作祟 庙方请示神明无解 请警方调阅监视器 也一无所获 不过专家表示 草皮可能是因为 遭受细菌感染 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绿油油的草皮上 突然出现数百个枯黄脚印 仿佛有人走过 附近民众看了很纳闷 怀疑出现灵异现象 是谋形啊再作祟 事情就发生在 嘉义县中浦乡顺天公 代理庙公三号开庙门时发现 原本绿油油的草皮 莫名出现几百个枯黄脚印 一路从门前延伸 数百公尺到附近的停车场 带领庙公很疑惑 因为事发前几天除草时 还没看到脚印 晚上也没有伤客出入 实在不知道 为何会凭空出现 那么多奇怪脚印 虽然庙方情势声明无解 请警方调被监视器 也一无所获 但专家观察 这个脚印不会永远存在 草坪是因为细菌感染生病 预估一两个礼拜就会恢复 因此不要过于迷信 自己吓自己 解采 从一旦报道 绿岛是著名的观光景点 不过岛上也有国军单位助手 空军的气象分队负责掌握 台湾东部及周边海域的天后情资 守护飞行跟战机演讯安全 每天会释放两颗探空气球 掌握大气当中的气象变化 透过各气压层的高度温湿度 还有气压经过系统产生3D图表 来判断天气状况 预报的速度比中央气象局还要几时 用轻气将气球灌保 再把探测资料的发射机固定在气球之后 就可以进行高空探空作业 3 2 1 短短几秒气球消失在眼前 各气压层的高度 温度 湿度 气压 风向跟风速就会传到地面 经过系统产续电脑跟图表 判断危险天气的高度跟强度 绿岛气象分队每天执行两次高空探测作业 掌握台湾东部地区跟海域的天气动态 协助基地确保各项战备演讯任务 能够顺利执行 是东部地区相当重要的气象单位 而地面还有都普的气象雷达 有传送接收电子波辐射的功能 虽然跟中央气象局的预报类似 但绿岛气象分队的数据分析 又更精准一些 我们的绿岛分队雷达它的图资是 每七分钟会更新一张 因此相较于预报来讲 透过我们的人员判断 七分钟就可以判断一张图 它的预报会相较于 中央气象局来讲较为比较及时 这样子 紧盯天气状况跟结构 掌握大气当中的气象变化 绿岛气象分队守护着国人的生命安全 记者 下面绣绿岛报道 字幕绿岛